这一支支的橘色自动闪就是企业的爱心 因为系纸多雨经常出门没雨 但是下班回到系纸就下起了雨 让不少民众常因为没有带闪 得要淋雨回家很不方便 所以就业者捐赠了好几十支的爱心闪给系纸区公所 系纸区域大家知道都是一个比较多雨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远雄广场因为本身在这个区域 跟市民的这个接触也非常多 那区公所这地方也是非常多的民众洽工的地方 那我们想说赠送一些爱心闪给区公所 让来洽工的民众可以方便取用 我们在系科站也火车站也同样也有一样的爱心闪 所以方便居民如果来这里使用 也可以到这个火车站做借还的动作 方便大家使用 这个月初才捐赠200支的爱心闪给系科火车站 让忘了带闪的民众不用淋雨回家 而这次再捐给系纸区公所 刚好可以相互借还 也让爱心可以循环再利用 系纸区长也颁发感谢状表示感谢 闪对系纸而言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其实冬天多雨 那夏天我们常常会有午后雷震雨或是墙降雨 那这个大楼大概有八个单位机关在这边上班 那洽工的民众非常非常的多 那那个远雄提供我们这样一个爱心闪 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这边来擦工的居民 那就是说真的刚好忘记带闪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闪的服务 行政大楼内就有八个工家机关 平时来掐工的人多 尤其系纸多雨 夏天突然下起了午后强降雨 不少的民众出门没带闪就可能得要淋雨 接下来工所也将把这些爱心闪 放在一楼的服务台提供民众使用 也希望民众能够善用这些爱心闪 有借有还 让爱心闪能够让更多的人受惠 这层慧林系纸采访报道